MING PAO CANADA 出品 MING PAO CANADA 出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OK,GORL OK,GORL, BOY AND GORL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們剛剛幹嘛就在中間 GIRL'S LESSON 我用那個是因為它便宜又很好吃 你不說我都不知道這上面有團啊 我沒有東西 跟妳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是 我們有必要賣一個任何事 我相信呢 看過這部劇的朋友都知道我們在看什麼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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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這部劇 這部電影 Oh My God 凌雲你在演什麼 你跟我說你這叫 演相情 你是不是 我也甜啦 林韻真演太差了 我知道這部劇差 但我真的沒有想到它這麼差 就是幸好我當時沒有去什麼電影院看它 因為我也算是有藝文定情情結的人 我說良心話 藝文定情這個劇情呢 就是沒辦法讓人第一時間喜歡女孩子的劇情 對 因為我每一部我都看過 台灣呢 的的確就是大多數人的白月光 也算是我心中的白月光 我的白月光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角色塑造的原因 湘晴 Or 林依辰在裡面演得太低能了 嗯 真的像個低能兒 就我這個人呢 是不太喜歡看那種低能兒的那種 因為我完全給不到 那哪裡將直訴對他能動情啊 我是個正常人 我根本不可能喜歡這種弱智啊 當然 可能那個劇當時想渲染的氛圍就這樣 但是不得不說台灣呢 真的是把原作復原的非常好了 而我本人非常喜歡小鐘 我就覺得 對 perfect 然後日本版呢 我當然是看了我們仙子啊 神仙啊 那個最老版 那個boy 那個man 他叫做 柏圓崇 Oh my god 這麼早的 柏圓崇 哇 柏圓崇是所有版本裡面 For me 唯一的男神 唯一 她是No.1 沒有任何一個男演員 包括我喜歡的小鐘 沒辦法打敗她 You can't You can't 你絕對不可能打敗柏圓崇 但是那個女主角 Oh my god like monkey OK like monkey啊 yeah 沒有誇張 因為那個女主角的耳朵就是一種招風兒 當然你們知道招風兒出帥哥出美女 當然那個女孩也不算醜 但是她太 打打咧咧咧 就在走邊啊 就那種 你知道 因為日本的表演 日本的女主角 所以說我當時就覺得 Wow 太誇張 而且另一個版本 因為是很old的版本 就十集 超級短 但是博圓崇在裡面 哇 然後我也看了最新版的 就是古川雄輝版的 我第一部都沒有看完 我就看不下去了 哎呀 一個婚前一個婚後 然後呢 當然最新的這個版本呢 它的一個點是在於說 之前的版本嘛都是站在鄉晴的立場 因為鄉晴他是個漫畫家 他自己出了他自己為主的這個漫畫 然後新的古川雄輝的這個版呢 就出現了很多植樹和暖的這個方向 就是懂植樹的 因為對 當時的監製就是老公 就是江植樹現實生活中那個本人 然後他的老婆就是 袁湘晴去世了 對 然後漫畫都斷根在他生完孩子不久 然後後來他就 老公就又出生 以他的角度更多 去把這個故事好像完善一下 就是他眼裡的袁湘晴 就是你以前看所有的劇 你會覺得說 袁湘晴什麼好喜歡哪 這種落字 這種成績差人 其實是因為他更有一種 As一個卑微喜歡男孩的女孩 他會覺得自己哪哪都不好 他自己有點貶低自己了 其實他有很多值得 江植樹喜歡 並且欣賞江植樹沒有的優點 然後好像就說古川雄輝這一版 有在突出這一塊 但是我還是被 日本演員的那個浮誇的演技勸退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 然後關於凌云和大陸 歐巴這個 我想說我們現在看的可能有 25分20秒 我天哪 我天哪 截至目前我只能說 因為角色的限制的原因 王大陸 還收著收著的 還比較克制 還沒有到那個 因為他 因為現在全是女的的戲 比較多 還沒有暴露他的那個弱點 但是嘛 Basically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 王大陸就應該去演 阿晴 他演什麼 江植樹啊 不好意思 我對他就是有刻板印象 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他長了就不是一個那種 比較內斂 比較高聚焦 他之前和那個女孩演的那個戲 叫什麼來的 我的少女時代 我的少女時代 同一個導演 就接得很好 同一個導演 因為那個男孩就是他 同一個導演 就該他 就是他 對 所以說回過來 你看嘛 他現在不說話 我覺得 阿晴 你來幹什麼 對 不 但是還是可以 帥 但是嘛 凌云的演技 我的天啊 凌云好看 這是不容否認的 但 the problem is 表演得太浮於表面了吧 陳東韻就是什麼 來 比如說你現在碰我一下 對 就我還沒碰他 因為他知道 因為我說了 對 你真正的碰應該是什麼 來碰我 你爪子 對吧 我現在已經很浮誇了 好不好 那你們懂的嘛 你得 他的 真的 他剛才那幾幕真的 這部電影嘛 就是裡面的配角 因為很多台灣的那種 老戲谷啊 老喜劇演員 都 還有這群人 這群人 斬龍斬醉 好吧 對 然後 其他的東西嘛 就出在這兩個人身上 然後還有就是 他加了現代化的一些東西嘛 嘎 也不倫不類的 什麼後緣團 那種 算了 算了 我寧願他是個微信權 真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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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就真的 所以你推到表去看 可以當笑話 好的 那我們剛剛說了那麼多嘛 我們今天要看一個 這個名字叫 宇碩 冠霖 不認識什麼說 I'm sorry 我還是Pentagoda 裡面的 哦 裡面的 Cube的嘛 嗯 yeah Let's Watch it 他好貴哦 這樣出產 Sour 表現力弱了一點 他節奏目前 我會更喜歡他一點啊 其實目前 我不喜歡這一幕 我終於看到了賴冠霖 不同的表情 哇芝麻 肌麻 這個都是 就是一個 這樣看嘛 有一點點王家爾的feel 有長相嗎 嗯 長相 但是還是不一樣嘛 氣質是完全不同的 我感受到了Languil的情緒 終於是吧 Findly 對 因為以前我一直覺得 他比較 木暮一點 嗯 他的眼部的表現力 還是很弱 其實 這個造型很棒 哇 MV其實我做的蠻優心的 真的做的很優心 又酷 讓我看到了那個 就是那個 Retro Future Retro Future的 不靈性的Cube 而不是 而不是 Sennarita 那個不靈性的Cube Idoly是長的吧 嗯 但我覺得這個 做得有 他好多 我覺得 很多 對 你看那樣設計 我覺得這目前 我沒有在 我沒有在Idoly裡面 看到類似風格的 臉不靈性的 這種質感 嗯 我覺得有點 他在外面 不靈性的 這個質感好 他也不靈性的 就像真的 你說那個 就是 對呀 就是這種 佳人而止 就有這種 這件啊 對 就是有那種精緻的 我經得起 文藝感 對啊 畫面調色也很有質感 Fuku 對 不像Sennarita OK Sennarita 對 Sennarita 哦 Do you remember Remember 那他 他也 MV回去也不好 嗯 OK 不說別人 不說別人 為什麼呢 不曉得 不管他們一個公司 大家有什麼不好說的 然後 CLC的MV也不好 啊 我簡直這麼感謝你們 所以我為什麼有點猶豫 問你說 Nale Idoly是不是他們公司 因為我就覺得說 好像不是吧 是 是 媽呀 嗯 這個MV很不錯 偏心的 我覺得Cube很偏心的 當然我還是覺得 對 奈冠玲呢 還是很可愛的 很Cute 但是 我說實在話 剛開始抓人眼球的 還是那個 鄭宇 說 嗯 他開始幾個鏡頭 比奈冠玲更抓人 但是看到後面呢 你們會覺得 豐富性出來了 奈冠玲 奈冠玲在我這邊是很耐看的 是 比較耐看 而且 我是覺得 這個MV讓我覺得 嗯 你是有情緒的 嗯 然後你是不光是那個 比較 因為他在我這兒 一直有點暮暮的 嗯 暮暮的眼神啊那些 然後因為我對他沒有202的鋪墊嘛 所以說像搭在我這兒 像是一個新人 嗯 還不錯 但是我們對Wanna1是有鋪墊 就還挺喜歡的 Wanna1是因為 等一下 他們歌整 Wanna1在我這兒是整體好感 對 就是整體好感 對 就是不挑誰演過 怎麼這樣 就是整體 真的很 哇 想想 但這歌嘛 就是那種 就是一個合作曲的感覺 對 就是跟我看 什麼 SM Town 的 對對對 SM Station 其實這個跟我看那個 就是 誰跟IU合作的那個 Giko 嗯 就有點像的那種感覺 就很有質感的那種 對 好像 他們好像還打歌 也打歌 反正那些都還可以吧 我們 就來評評他們的舞台 OK 我們都是很嚴格的 這樣看就很乖 是 但確實真的有一點 我想 讓我想起了 我家人吧 就有點木 有點一個style 我們來看他這個 會不會 every time directed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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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 嗯 这样他真的好帅啊 没关系啊 但是怎么讲 就是爱情有低调 算了 就看他一美 他的眉眼这个女妈妈 要比赖光琳好看一点 赖光琳是整体 这个脸就很乖 因为赖光琳做的 整体感觉是乖乖男孩 你觉得像小狗狗 小狗狗 我觉得看着他就有点像 他就是乖乖男 犬向男 他表现还可以 我感觉舞台好像比他MV更自然一点 觉得挺自然的 你不会觉得有多慕啊 对 他刚刚还感觉微表情 有个wink 因为他要这个样子感觉 比较好看一些 比较精緻一点 我感觉很难 看到 Meyer 反正蓝光琳就很原 原生态 原生态 更自然 就自然 他嘛可能是妆的问题吧 我就是觉得刚刚跟你小声说的在我这嘛 一美痕迹有点臭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长得也很精致 他其实就长这一挂长相了 那就羡慕了 他嘛有点无疑反那一挂长相 你说刚刚那个他嘛 是 衣服也选得好看 这个都够 起来他们两个好手长脚长啊 可以的 可以的 我现在晓得了为什么我会总觉得看着蓝光临有一点王寨尔的feel呢 因为他们都有点港份 香港boy 真的有那种 然后少年感也很差 就那种 我知道他戴上的手套是有style在里面的 但我觉得手套的颜色如果 还行吧 他可能是想跟牛仔裤会硬起来吧 其实他们这个MV嘛 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手套是那种 里面有白棉花的那种感觉 你看就是有白棉花露出来的那种感觉 可以 就有一点点羊羔毛 对毛的那种感觉会更舒服 可以 这样挺乖的 可以可以可以 是 不呆了不呆了 他就是眉眼 那个什么郑宇智就是眉眼很细致 就长得有点混血感的那种 好看 哪个帅的 OK 而且嘛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很hip hop 你给我换两个rapper在上面嘛 就这些动作 我就觉得很像 我跟你讲嘛 这个就我想到脑子里面就是那两个兄弟啊 那两个兄弟啊 那两个兄弟啊 哎 不是 Local 不是Local 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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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形式有几两个兄弟 哦 P.O. P.O. 和Mino 就有点感觉 有点 有点 就你换他们两人就觉得对 就换咖的那种感觉 他们两人就完全可以 对对对 但是这个感觉嘛 就说明就是他们这个很对 你知道吧 对 如何感觉是有的 他们两个这个小分队 赶紧固定个综艺好吧 嗯 Local 好像回国还没有那个 但他资源挺好的 反正他单上时尚风的 嗯 白啊 哎 哎 你不是有什么总结是 哦是 但是我的意思 你那个不总结一个 嗯 没有什么总结是吧 没什么总结 OK那今天这个小分队就看完了 没有什么总结 我们应该有结束语啊 我们没有结束 我就白啊 对就OK 因为 没那么多可说的嘛 嗯 两个帅弟弟嘛 回过来就说 Pentacoma其实也是 我觉得颜值蛮高的一个团 但是 也没有出逼 也没有出逼 Oh my god 然后风云突变 再加上这般易达的故事 Oh my gosh 祝福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出逼 表Cube呢 你有这么多帅弟弟 你还是对吧 好活动活动 OK 嗯 多余的 没有什么呢 Pentacoma 好像Pentacoma 先出来 好像啊 好像 我不知道 你们自己在评论里面写吧 嗯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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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套衣服你们可以看半个月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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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